在70年代 紅片大街小巷的 台灣魔術先驅安迪老師 郭安迪 曾經被譽為是 香港千王之王 是知名魔術師劉謙的啟蒙老師 可惜郭安迪的娘女 在5月10日下午 就在Facebook上證實 爸爸過世的噩耗 愛同地表示 爸爸因為肺腺癌四期化療不治 在廣州安場辭世 享受60歲 郭安迪是首位 將香港豬士魔術產品 印進台灣的先驅 當時全台灣由南到北 大約有10間百貨公司 有安迪魔術的專櫃 無論是職校和評校 都創下了當時百貨業的奇跡 後來郭安迪接受 中國電視公司 綠燈獎節目的邀請 上節目擔任魔術真假大家猜的 單元主秀 創造了當時電視史上 第一次台灣魔術風潮 而郭安迪也是賭神 和賭勝等等電影的賭術顧問 第三次是 有些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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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的家庭